薛女士介绍 她平时对瑜伽普拉提挺感兴趣 之前因为这个爱好认识了一个朋友 楼下这个普拉提瑜伽 开业了 然后我想来办一张 然后体验 然后在这里认识她 然后就加了个微信 后面就没有联系 她发了个朋友圈 然后我看到了 我想参与 然后就问她怎么报名 她是发了一个什么东西 她就发了一个 就是去那个大理的一个 六天五晚的一个旅 旅修吧 薛女士说 这位朋友似乎是瑜伽老师 她只知道对方的英文名 那场旅修的海报上写着 适合人群 普拉提瑜伽小白 长期上普拉提私教练习者 异象成为普拉提老师者 对方还说 过了15号就原价 薛女士趁着早鸟价有优惠 给对方转了4680元 过了两天我跟她说 我这边可能暂时不去了 当时她也答应了 去不了了 我说你把钱退我 她说你这个你放心 就是说我这个后续那边 你安排好 确定不去了 我这边钱会退你的 那我说好的 那20号的时候 我又问她 我说我这边确定不去了 那你把这个钱退我 她又说不能退了 薛女士说 当时她接到了一个工作安排 确定不参加旅修 对方回复 因为马上要开班了 退不了了 不过可以参加之后的项目 还给薛女士发来一张新的海报 下面增加了一行标注 报名后不予以退款 给自行转让 聊天记录里 此前两个人似乎挺聊的来 对方说 说不定还可能变成同行 还说 我一直很相信缘分这个东西 不过薛女士对这位朋友了解并不多 现场薛女士拨打对方的微信语音 没有接通 记得通过薛女士的微信发去了消息 对方表示正在培训 会让律师打电话 晚些时候 对方联系了记者 表示正在苏州工作 旅修是所在公司策划的 薛女士反馈 对方也联系了她 薛女士已经收到了2020元退款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